总务处长这一传说是跟这个装潢费的争议 不关于是吗 那这个处长你有接触过吗 好第一我没有跟总务处长接触过 第二我觉得呢 清廉是最重要的事情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都会支持 为了清廉推进一切这样子相关的一些办法 那第三呢就是 过去在这个装潢费上面确实是有一些争议 那包含是这个是听我们其他的立委同事说的 本来规划一份七十万的这个装潢费 那在事发之后呢 就突然改成不到十万元 那中间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报价 这是令人匪夷所思 所以呢该改就要改 因为我们看到像先前我有质疑 数位发展部的设备采购费 两间会议是竟然要花一千万 但是唐凤部长他是不以为意 他认为这只是简单的装潢 可是相对之下 我们在立法委员这边 我们申请预算补助的时候 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些厂商 他如果有福报滥报或不合理的情况 那应该要提出来检举 那也很开心就是说我们的立法院长 韩岳长对于清廉支持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也开启了整个立法院的改革 所以我相信不分蓝绿都会支持这样子的改革 也不会只停在一个总务处长的身上 如果未来还发现有更多其他类似的情况 那我相信韩岳长一定也会秉公处理 我们也会全力来支持 大家早 大家早 部长的异动是不是有一些群音啊 好 谢谢大家 好 大家辛苦 谢谢 立法院职员这么多在这里 要特别拜托大家警惕大家 任何立法院的一举一动 都是被高度关注的 螺丝一定要酸紧 我再说一遍 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螺丝一定要酸紧 不叫而沙 这么简单的事 你为什么要故意在这里让大家委员有真值 叫你摆两张桌子 要四五个月 有这么麻烦吗 就当他摆一张桌子 十公尺要收费 把立法院当盘子吗 我不需要你回答 谢谢 富坤奇总召 柯建民总召 吴春城干事长 黄国昌总召还没到 三三总召 各位委员同仁 各位立法院的职员 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 首先向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今天第一次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 来参加立法院新春团拜活动 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个人也趁着春节期间 也走访了几位 弱势团体 弱势族群 去了解这些 比较社会阶层上 也比较弱势的一群 多年来 我也秉持了这样的一个信念 我也相信我们所有立法委员同仁 也是秉持这样的一个信念 多多关心 社会各个角落 比较辛苦的民众 那么 本月一年一度的新春团拜 希望借由开工日与大家团聚 象征着我们除旧不新 立下崭新的希望 以及目标的开始 在这里 忠心的期盼 我们新一届的立法院 能够所有的工作顺利的展开 除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也要祈勉 大家立法院 是全中华民国最高的民意机构 我个人身为立法院院长 对内要通过各种福国立民的法案 真正落实苦民所苦 以及民众对我们的期待 对外要推动包括各种外交外事活动 以因应国际情势的变化 以及我们国家外交上的空间 与外交上的需求 在这里要特别拜托 各位党团所有的委员同仁 大家一起来协助国瑜 我们一起来努力推动 也要拜托所有立法院的每一个职员 大家一定要努力以赴 非常艰辛 非常认真来达成 社会民众对我们的要求 那么今天这一次 我们这一届的立法委员 非常多是新科的立委 也是我们立法院的胜利军 相信在未来法案 以及议案的推动上 能够灌入一股活水 那么全国民众 眼睛睁得大大的 看着我们崭新的立法院 所以希望每一位委员同仁 我们能了解 人民在意的每一件小事 都是我们心里面的大事 也是我们立法院所有委员 共同全力以赴的目标 那这是国瑜第一次担任立法院院长 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看成新同学 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 那另外一点 很多人都在关注的 就是这一次是三党不过半的情况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何尝不是代表我们台湾社会各种多元的声音 因此 没有一个委员 或者党团声音是独大的 我们觉得每一位立法委员 不管是大党小党 都要予以一视同仁的尊重 我们彼此要认知到 我们都是一家人 若干年之后来回首前程 相信每一个委员同仁 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那本届第一次会期 在明天2月20号即将正式开议 我希望所有的委员 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一起为国为民 理性监督 任何法案预算充分讨论 立法院是国家的火车头 我们不仅要为引擎填满动力 同时也要引导我们国家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亲爱的委员同仁 我们一起来加油努力 另外立法院职员这么多在这里 要特别拜托大家警惕大家 任何立法院的一举一动 都是被高度关注的 螺丝一定要酸减 我再说一遍 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单位 螺丝一定要酸减 不叫而沙 当然为之虐 我们已经讲过了 如果再出问题 即使是新春团拜 我依然善意地提醒大家 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好工作 这是对立法院同仁 深深的期许 以及对自己的要求 亲爱的委员同仁 让我们一起迎接龙年 祝大家立法委员 这样子四年的温诊期间 服务期间一帆风顺 立法院 大家一切美好 谢谢大家 现在在会期中 休会的时候我们来改 叫你摆两张桌子 要四五个月 有这么麻烦吗 就他摆一张桌子 十公尺要收费 把立法委员当盘族吗 摆两张桌子 无线麦克风把它摆上 让这个委员会要 基本上 一委直律要 最卑微的尊严 很简单的事物 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这个时候你就先搬过来 然后用那个 无线麦克风就可以进行 执行跟背行 怕会破坏到现场 或是动线 图通过以后 他到休会的时候再去改 现在立刻就可以做这个执行了 拜拜 甜蜜 我也料到过去 赶快笑 好 Max 我肯定有酷 不能放过去 我肯定有酷 你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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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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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